各位好 这边是柯峰克老师 好 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那个剪部分 剪的部分 如果各位买到的时候 欢迎进入会有这样的一对的部分 其实各位仔细看一下 这一对它还有上面跟下面的 就是有右边是往下请的 还是左边是往下请的 所以意思是说到时候会去配对 到时候可以旋转的时候会往下 往下去制造风速 然后把这个给往上推 那么有些人问说到底要装哪个呢 如果各位不确定的话 我会建议一个好方法就是 等一下它转的时候你手在下面感觉一下 就是要小心它不要被它打到 在下面感觉一下 就是如果说感觉转的时候 它下面有风的话就代表正确了 好 那我们就这么做 再来它还会 一般来讲各位如果说买这种马达的话 它通常它会附一组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像一组三个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好 那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一样把这个把它给 对不起 把这个先把它往下压 压看压到多低就多低 第二个再放这个 好 再来呢 一般在买螺旋桨的时候 它通常会送这种塑胶片 好 请你稍微量一下 大概找一个最紧密的一个把它接上去 那我们就像这个比较紧密一点 那我们就把它接上去 稍微把它拿下来 好 拿下来 就好了 稍微把它扭下来 好 扭下来之后呢 这两片的螺旋桨片 你自己挑一个 那我就先挑一个 然后把它放上去 接下来呢 稍微把它转紧一点 好 OK 那我建议就是先转一个 试试看 那我们这个先把它做完之后呢 请你小心手 到处不要把它打到 然后把电源接上去 直接我们来测试一下 到底有没有接对或接错 完毕之后呢 稍微用遥控器的方法呢 把它稍微测一下 左上角 然后再游下角 好 再测试一下 所以先看看 风有没有在下面 小心点 不要打到自己 如果说你发现 风是往下的话 那代表说 这个片是转对的 那所以 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特意装张纸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纸是往下吹的 那因为我相信 所以各位看到 那纸是往下吹的 所以代表说 这个是装正确的 好 那我们这个影片 就到这边倒一段落 所以各位呢 我们一共 像我这边一共六个 所以你就把这六个呢 一个一个全部 把它装完毕之后 就代表成功了 你就 这六个就全部 把它一口气把它装完 好 这边是柯彭柯老师 那这段影片到这边 倒一段落 拜拜 拜拜